大家好 我是研華的 AI 產品經理 Brian 今天我要為各位介紹研華最新的 AI 開發版 MIC-7ED 相信大家對上一代 MIC-710 AI-L Xavier NX 開發版的效能及模型相容性都相當熟悉 而新一代 MIC-711D 搭載了 NVIDIA 決心的 Jason Aurene 運算模組 更引起了所有 AI 開發者的極大興趣 身為開發者的一份子 也迫不及待想要入手測試吧 MIC-711D Jason Aurene 開發版 從高階到低階總共有四種不同的規格 從 Aurene NX 16G、 Aurene NX 8G、 Aurene Nano 8G、 Aurene Nano 4G 四種不同的運算等級 從 100Tops 到 20Tops 根據不同的運算需求 開發者可以選擇對應的規格 MIC-711D 開發版 單手可以掌握尺寸內 卻具有非常豐富的擴充能力 擴充的插槽都在同一面 方便開發者做抽換跟整合的開發 Io 部分 MIC-711D 使用了兩頻的電源輸入 在同一面上支援多種的介面 包含了 LAN HDMI USB 3.0 及 USB 2.0 可以支援 Web Camera 工業用的相機 並且 USB 3.0 的單波可以支援到 15W 的供電 此外 隨著 AGV AMR 的需求越來越多 新一代的開發版預留了 FPC Connector 可以用於擴充 GMSO 轉版 以支援兩路的 GMSO 相機 大量部署 AI 裝置需要有無線的傳輸功能 MIC-711D 提供了 M.2 B-Key 的插槽 可以專屬給 5G 的無線模組使用 同時也預留了兩個 NanoSIM 可以支援 Mini PCI 的 4G 以及 M.2 B-Key 的 5G 模組 M.2 M-Key 插槽已經預安裝 128G 的 SSD 並且安裝了操作系統 上電後即可使用 在 Mini PCIe 插槽可以支援多種工業的介面擴充 或是無線模組使用 板上的話還有一個 Micro SD 的插槽 可以擴充儲存的空間 研華知道你們在開發時高運算的能力需要好的散熱設計 所以在 MIC-711D 在機構上帶有風扇 可以支援到 40 度的環境溫度 並且支架可以很好的放置在桌面上 各位可以使用這款開發版來測試自己的 AI 應用 評估硬體環境和軟體調適 一旦完成你可以直接將應用部署在系統產品中使用 以上就是 MIC-711D 開發版的介紹 想知道更多產品訊息請搜尋 MIC-711D 謝謝大家 掰掰 請問及確認 或觸遇下 詐勞